宜兰北关 巨石林立 林寻险要 海潮澎湃 是进出蓝阳平原的重要关爱 而有蓝城索要 扼山腰 雪浪飞腾 想怒潮的名剧 现在则是热门的海潮公园 到北关关海潮 绝不能错过豆腐盐 北关的豆腐盐景观 是大自然的经典之作 许多国外学者都曾慕名而来 1987年 大国知名的地质学者 安磯医教授 来到北关这里 画这个盐体的构造 他的着眼点就是了解 为什么这些节礼 会发育得这么有趣 你看看这一排的节礼 弯弯弯弯的 它就是比较老的 那这些联听的节礼 是这个方向 三十多年后 我们来到这里再看到了 事实上有些盐体的 已经是蹬掉了 透过地质学家的眼睛 这一大块盐体完整 切割整齐的豆腐盐 从地底抬升出海的完整过程 都巨细迷移地记录在石头里 那这个石头是三千多万年前 在下面深到十多公里 那这样慢慢慢慢抬升起来 抬升的过程里边 它受缩变冷 另外呢就是上边的石头的 解压的作用 它会膨胀崩裂 后层的砂岩是钢性的 那如果它上面破裂了 就等于玻璃一样 是非常是脆性的破坏 所以我们在豆腐盐上面 看得好像盗窃一样 盗到地表接受风吹与海浪的作用 就塑造成这样一个自然的 很特殊的景观在这里 所以它整个石头的旅程 从它诞生三十千年是泥沙 然后跑到下面变成热的岩石 又上来又冷了 又变成是地表的岩石 那这样一个绳丸 一个过程 跟人的生命一样 北关也是单面山地形 最发达的所在 一层层在海浪中 抬升而起的岩体 在大自然的侵蚀和风化作用下 形成壮观的单斜脊地形 我们看到一群 快模大小不等着 单面山在这里 普遍来讲 面海这一侧都是矮面 另外一侧 微斜的像做陆地 那斗的那一面 主要是海浪真面的冲击 所以它崩落的时候 还维系着这个垂直的位态 这个岩的一直会这样退 一直会这样退 那这个面保持原封不动 形成一个不推称的几核形态 这里是眺望归山岛的绝江所在 多近的海风 带来美眠渔汛的气息 蓝城所调北关 早已嗅不出一丝硝烟味 沿着一世而逐的步道 走过餐天老树 走过单面山 走过得府岩 只能再一次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